本报北京5月24日电章占民特约记者无序报道 记者今天从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院校 2018年毕业学员联好近期已全面展开各院校上级教育训练主管部门组织相关部队 对照岗位要求对毕业学员认知能力进行把关 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同步启动以能力生成为核心的联好改革试点 毕业学员联好是加强院校教学质量监控的重要手段 联好的实施有力促进 有教什么考什么转变为部队打仗需要什么就考什么 牵引院校教学贴近部队贴近岗位 2018年毕业学员联好对象涵盖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院校毕业班次生长军官学员 学至10个月以上任职培训学员 事关培训学员和签约高校本科毕业国防生 生长军官学员主要考核军事基础和专业素质 任职培训学员主要考核军事体育和岗位任职能力 事关培训学员主要考核军事基础和专业技能 国防生主要考核思想政治素质 科学文化水平 军政基础素质 作风纪律养成和身体心理状况 全军院校联考工作计划于6月底基本完成 期间 军委机关业务部门将组织专项巡查督导 跟踪开展分类指导切实强化过程管控 为适应调整改革后的院校新体系 从今年开始 全军院校启动理论与实践 体能与技能 战术与技术 单兵与单组 串联与并联五个相结合的联考改革试点 试点 以新军事训练大纲 院校教学大纲 和人才培养方案为依据 先行在陆军防化学院 陆军军事交通学院 海军大连舰铁学院 空军工程大学部分生长军官毕业学员中展开 中文字幕提供